今年五月的一个下午 一位年轻女子来到了上海公安局某派出所 她看上去神情恍惚心事重重 她在大厅里四处徘徊 而且多次走到了接待窗口 却又反身离开 窗口的民警已经注意到了她 正要上前询问的时候呢 这名女子又看似犹豫的走向了窗口 那么她来派出所究竟是要做什么呢 什么事情 什么事 什么事情 一般报警人到我们派出所的报案 都是想快点把事情扣死我们 想让我们掌握一个线索早点破案 然后让我们早点帮助她 但是这个报警人我们在她询问之后 她还是不愿意说出事情的真相 这样的情况派出所时常会有 民警不失耐心 温和地开导这个名叫小林的女子 犹豫了好久呀 就一直在想着 反正到了这里我就 脚走不动了 没这个勇气走进来了 此时民警敏锐地感觉到 这名女子的内心正在煎熬挣扎 她说前一天她在这边周围 已经兜了一圈 但是没有赶进来 然后今天终于鼓足人气 然后过来了 我感觉这个事情肯定里面有内容 肯定她有什么事情 自己感觉非常的尴尬 那么这名女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经过一番开导 女子终于开始向民警讲述事情的经过 跟我们说被敲诈勒索了 别人再问她要钱 感觉害怕呀 难道她真的到我家里来了吗 心里就都这样想 我证明她在暗了 她就是掌握我的心中感觉一样 她说着说着就停下来了 说着说着又不知道想说什么了 就是不知道如何开口 然后我们就引导她 原来这个敲诈小林的人 是小林三年前相识的 2014年6月 已经是6岁孩子母亲的小林 迷上了手机网游 在打游戏的时候 偶然认识了一个叫阿周的网友 我就看她跑得比我厉害 然后就聊了几句嘛 我就说我过不了这关 然后她就说 这很容易过的 然后她把我过后 一来二去 两人越来越熟悉 并建立了联系 或许是因为丈夫常年不在身边 而这个阿周又对小林体贴温柔 两人的关系不断升温 2014年6月的一天 两人相约在张江的一家宾馆见面 她睡晚点到 所以就让我先开口 她再来 两人先后来到客房后 他们就在房间内发生了两性关系 小林承认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寻求刺激 但是她再三强调 那以后两人就再没有过亲密关系了 因为她还是顾及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的 她在和这个嫌疑人发生关系之后 其实是心里肯定是有自责 毕竟是做错事的嘛 小林虽然对阿周心存几分好感 但还是选择了不再和对方联系 事实上 此后的一段时间 双方确实都没有联系 小林也以为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小林原本以为断绝与这位网友的联系 生活就会像往常那样的平静 但是她没有想到之后 这位网友不仅不断的出现 而且还成为了她的噩梦 就在三个月之后的某一天 两人又在网上玩游戏时碰到了 可对方并没有罢休 反而以感情伤害为理由 提出了经济补偿的要求 对方说先给一万元 然后每个月再给一两千元的零花钱 小林想着没几个月就到年底了 就同意了阿周的要求 希望可以用些钱来稀释宁人 一开始这个钱的数目不算太大 可能也在女方的承受范围之内 然后女方她是有家庭的 她也不想说因为这个事情 而影响了自己的婚姻 所以她就隐忍了 然后每个月就给这个男方 可是到了14年年底 这个阿周却又反悔了 不知道她又为什么改变主意 她就连满大利又说到 一本大那个数字 面对对方的狮子大开口 小林当然不会同意 可是对方说出的一件事情 顿时让小林陷入了恐慌和矛盾之中 她说有照片什么的 就在她手机里呢 这个阿周声称 在两人开房时 她偷拍了小林的裸照 我说不相信嘛 我说我又没看到照片 谁带你说的真的假的 对吧 所以句话很简单的 而对方对此事似乎是胸有成竹 显得咄咄逼人 她就会说 会拿着什么照片到我家里来 让你们家里人知道 然后你小孩知道了 有你这样的妈会怎么想 什么样什么样的 小林对这些得寸进尺的要求 虽然心有不分 但是她还是选择了屈从 可没多久 对方又涨价了 不仅要求小林 每个月给她四千五百元 而且还不断提出各种要求 就说要买个手机 然后说 让我给她买一个 还是想让我把我的什么 经营琐事都拿出来 像回宠一样 一点点再把它你吸干 每月增加的交款金额 不断的实施骚扰 对方一次又一次的变本加厉 小林的内心虽然下过决心要拒绝 可是最终都选择了屈从 因为除了所谓的裸照 还有更让小林极其畏惧的事情 掌握在对方的手里 小林之所以又一次的屈从 是因为对方居然对她家的情况 了如指掌 甚至连寻常不为人知的细节也知道 小林极为诧异 对方所说的这一切和实际情况分毫不差 这使得小林更加感觉到了 对方对自己以及家庭带来的威胁 失去了抗争的勇气 无奈之下小林只能继续满足对方的要求 很快她便入不敷出 无力继续付钱了 到后来小林只能从工作了十多年的单位并退 来换取一笔几万元的补偿金 渐渐陷入绝望的小林 其实还是心存希望的 她将每一笔付出的钱都记在了账上 到了2017年的5月 小林已经持续被敲诈勒索超过30个月的时间 总的敲诈金额也已经接近有13万元 在万般无奈之下 小林终于走进了派出所 浦东公安分局 孙桥派出所的民警 在了解了案件的情况后 第一时间展开了调查 就这个敲诈者而言 他和一般的不同 并没有一次性敲诈成功后就消失逃避 而是一直持续作案 不断实施敲诈长达三年 警方首先针对两人在这三年间 持续保持联系这个方面展开调查 但是调查的进展却并不顺利 对象跟受害者联系 仅仅通过微信联系 没有其他的方式 微信联系的时候 仅仅是文字联系 从来没有发过语音 善于伪装自己 不让对方察觉到自己是什么特征 在这三年间 受害人像敲诈者 前前后后支付了几十次的所谓赎金 那这个敲诈者 在拿钱的过程中 会不会露出马脚呢 她一开始就是 问这个女方拿钱的时候 双方是约定地点 而且是现金交易 在拿钱的时候 都没有说和受害者直接碰面 都是通过 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形式 然后去取钱的 没有直接出现过 每次交款的具体时间地点 都是敲诈者自己选定的 但是侦察员在调查中发现 这十几次的现金交款 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那她为什么会一直 固定选择这个交款地点呢 对象选择这个地方 也是考察过的 因为这个垃圾房旁边 是没有房屋 监控也是个死角 平时人来往也是比较少的 从交款地点的调查中 也没能找出 有价值的线索 于是侦察员决定 调整侦察方向 对两人当时开房的宾馆 展开了调查 可是因为时间相隔太久 监控录像没有保留 而且当时是由女方 进行开房登记的 所以查不到 敲诈者的身份信息 她不用自己的身份证 她知道自己的身份证 如果登记的话 会留下线索给我们警方 而侦察员又对他们之间 用于交款的银行卡 进行了核查后发现 银行卡也不是敲诈者名下的 她要求女方 以自己的身份证 去开户 去开了一张银行卡 她的反证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这样的话 自己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了 虽然通过银行卡 无法查到敲诈者的身份信息 但是 这个敲诈者要拿到卡里的钱 他就一定会出现在银行 那么银行里的监控探头 能否捕捉到敲诈者的影像呢 他知道这个ATM机 他会有监控探头 那他这个直接就躲避了这个监控探头 他在取钱的时候 戴着帽子 戴着口罩 那么ATM机上的摄像头 他就识别不出脸部的具体特征 仅仅使用微信与受害人联系 选择监控盲区进行交款 并且避免与受害人见面 全程隐藏身份信息 银行监控影像也无法识别 看样子 这个看似反复暴露在外的敲诈者 其实隐藏得很深 很快受害人小林又接到了对方勒索的信息 于是小林如约把钱打到了对方的账户 警方决定从犯罪嫌疑人提款过程当中 能够找到调查的突破口 因为当月五月份受害者钱打进去之后 对方还没有去提款 那我们就锁定他这个月肯定会去拿钱 通过银行的流水账单 侦察员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 我们发现他会定时定点去一个相同的ATM机那里取钱 在明确了嫌疑人后 警方的抓捕行动立即展开 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安民警 嫌疑人还来不及有任何反应 就已经束手就擒 犯罪嫌疑人周健林现年38岁 上海某公司职员 周健林到案后供述了从2014年开始 先后敲诈勒索被害人小林 12.45万元的犯罪事实 那么周健林确实手中掌握有 他和小林开房时的照片吗 就这样周健林开始利用之前所拍的照片 去敲诈小林 并且一次次敲诈得手 他相当于是抓住了女方的把柄 所以他可以反反复复 贪得无怨的去问这个女方索取 而之后一次偶然的相遇 让他又增加了敲诈的砝码 我在散步 刚好从他们家旁边弄他吧 这个人好像哪里见过吗 然后突然闪了一个正脸 然后就看到原来是他 自那次偶遇后 周健林就知道了小林家的地址 而且两人竟然还恰巧住在了同一个小区 因为离得近 之后他还多次到小林家门口偷窥 有一次是晚上 刚刚看到他们家东边 有他那个是婚纱照吧 还不是什么照片 两层多的房子 外面就黑的 里面开灯是亮的 基本上就退一台就能看到 犯罪嫌疑人周健林 自以为精心设计的伪装 不会轻易暴露 但最终还是落入了罚网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健林 因涉嫌敲诈勒索罪 被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请不吝点赞订阅